这北京人的最爱啊 早上听了这个 这是生瓜 这生瓜 你装傻了啊 其实他们叫菜瓜 也叫生瓜 就是生瓜腌制的酱瓜 这有时间过夜 也没时间过夜咱就泡过了 这不讲究淡眼吗现在就会了 二伯这心真细啊 这个酱的瓜呢 一直摆回来以后 洗干净以后先把它外边晾一晾 晾完以后呢 先拿一个沙 把水分杀出去以后 再搁到这个酱缸里面进行降制 大约时间呢 才40天左右 嘿 先生就说出来了 我再过去啊 在这酱菜场啊 包括那些食品场 松花干啊 蒸豆腐 臭豆腐啊 北京食品场我都去过 你懂得挺多啊 不是 我装懂 不懂装懂 咱们炒一个吧 您待会儿也可以带个家点去啊 给我嫂子带点去 行行行 替我二嫂子带个家去 对 明天早上你喝粥 喝粥有饭 做好是早餐啊 你看到六笔鱼去买 这瓜里边还让着馅儿啊 那叫八宝酱瓜 八宝今天咱们做两宝啊 花生宝啊 蒋椒还包了皮了 这北京人的最爱啊 早上去的这是 这葱切的什么豆腐 大方丁 这公保鸡丁的葱 对 你看咱们这个北京生活啊 老北京人吃这个酱瓜的时候 基本上酱瓜多少 葱多少 一笔 都被这吸的咸味了 对 而且它出那个反烹锅的时候啊 它有青香那个葱香味 然后咱们切点肉 还切肉了 对对 这肉贵了 小切 本来应该切半斤 这切二两 分手肉啊 五包肉都行 这如果说在家里做呢 按照这个老范子的思路学 你就能吃好菜 还有好多菜没亮出来呢 想不起来 什么想不起来啊 你就不想 对啊 你要一想了 你不是想起来了 对 还有什么料啊 再来一点小姜 小姜 现在说话越来越嫩 说话还挺嫩啊 小姜 这小姜们切啊 好 咱们这小料切完了 切今天这菜啊 炸一下这 煮巧合 咋了点溜的 没看有见门关 赶紧满能了 那无羞润多了这迷菜 我的名又来了 我也上去到厂屯拽一片 本事给你尝尝 装哪家伙 大碗小碗 这个碗 就这个碗了 咱们进入咱花蒸酒 这碗有香的 先炒 别炒什么样呢 这你看不要 都不用用锅 用锅的时候 我觉得王老师 你没注意到啊 慢点扒了 扒得极了 还也不好 就一定慢点扒了 把这水气啊 给跑出来 给给点油来 老北京的过去呢 还是搁好多纯瘦肉 我这纯瘦没有 没点底边不香 一定大大的姜 现在可以下来了 好 我今天炒菜也用六个碗 来 姜是提味道 对 您看了吗 这东西不能割水 一直在煸啊煸啊炒啊煸啊 看个袋子怎么 我这边聚精会尘 亮不亮 亮亮 顶格上 人家摆个姿势 给它炒透 对 炒香炒透 一般炒的菜需要十分钟的 实际上就是把这个 酱瓜 酱瓜的水气 给炒干 对 才能香 撕出这个黄色米不炸啊 不炸不炸不炸 不炸 您提的请干嘛呀 黄色米千万记住不要炸 泡完以后 黄色米直接割里头 大家一看它煮聪明了 你看它为什么不先放松啊 您尝尝放了姜的感觉 它就去掉那种腥气味 嗯 好吃 你还吃不出那大的姜味 先就是炒的技巧 二代提醒你们了啊 好吃 必须得炒透 从原理说就是跟炸酱似的 你得把那酱汁 把这酱味给炒出来了 对 一生酱味 你看炒炒慢慢变黄了 你看看 下干辣椒了哈 下点 你看看 微辣鲜香 你看我这味道又不一样 到这时候我们可以放糖了 一变色就放糖 咱们还得多喝点 你看这香香味 咱们找的不好吃 对 这时候再开始搁黄酒了 哇 好得点 对 真香啊 我们可以把花生米现在可以搁里了 对 黄酒搁完口花生米 叫花生米产生有酒香气 对 对 所以王子说你怎么都要喝酒呢 嗯 酒起上做就是香 这老师你看啊 它炒之后就是油 所以为什么刚才我说花生米不炸呢 通过现在的时候它已经在炸了 嗯 对 基本到现在呢咱们也可以就出锅了 对 倒葱花 来 鲜甜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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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甜油倒一下就灭火 灭火生兜的 等一下葱能叫葱搁下去 绿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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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菜就完活了 我这闻着全是酥鲜香味 香吧 正好二伯 二伯 嘿 好吃吧 有的葱有的花生米 这搭配的好 要光单吃一个都不好吃 对 赵三叔 别说好啊 我觉得啊 一般 大爷说好就好 这个点呗呗 赵大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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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都赵大伯 比如说实话 真好 这个老北京将官 无愧是传承菜 还有一句话 腿好吃的 你看这哥俩 腿好吃了 好 我是大爷 我是二伯 我是三叔 我们是老饭骨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老饭骨YouTube频道 我们老饭骨无组合就是教大家做菜 传出一些精湛的小厨艺 希望大家喜欢 希望全球的美食爱好者喜欢我们 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亮我们的小频道 同时 在这里我们祝全球的华人 万事如意 恭喜发财